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旗一扬指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旗的售盘表现 台子今天上涨103点来开出 最高点出现在早上8点57分 来到14990 那么最低点呢 出现在今天中午的11点58分 来到14870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只有120点 而现货的成交量来到2228亿 那么今天我们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处变不惊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商务部昨天公布了 美国第二季的GDP 出现萎缩0.9的这个情况 那么理论上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空 但是呢最后我们看到 美国股市却是出现 利空动化的情况 三大指数啊全面走扬 而且呢再度创下了波段新高 那么台指呢 则是啊延续着夜盘的涨势啊 今天早上开盘大涨了103点 而且呢今天开盘之后 很快的速度就突破了昨天盘中所创下的高点 14949 早上开高走高啊 行情看似一片大好 很多人都对今天的行情相当的有期待 但是没有想到呢 我们可以看到 早上经过三度来挑战 1万5千点的整数关卡 失败之后呢 过了12点之后 整个行情开始有转落的迹象 这个时候既然没办法 站上这个关键的整数关卡 最后换边发球 反而让空方逮到了机会 今天11点过后 行情开始急转直下 而且呢今天这一波的下沙啊 不仅是跌破了早上的开盘价 而且一路的往下来做探底 再加上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是礼拜五 会让很多人都认为说 感觉上礼拜五会有卖压 所以呢让好多人啊 在这一波的下沙的过程里面 纷纷下车 甚至怎么样反手放空 但是没有想到今天 盘中回撤的幅度啊非常有限 最后呢还是收了一个下引线 而且整个收盘价 还是回到了开盘价的这个上方 如果今天在盘中啊 各位投资朋友 你是靠着盘中的震荡 来判断多空的方向 很容易陷入所谓 追高杀低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能够及早的 判断今天整个盘式啊 各位遇到这种行情 你自然能够处变不惊 及早的判断今天的盘式架构 就能够事先做好准备 怎么样才能够快速的判断呢 很简单 透过我们所讲的看盘的一个简单的扣决 就是呢 稳盘靠现货公式看期货 如果我们把今天盘中啊 这个除息所蒸发的点数 13点把它加回到今天的大盘的点数 你会发现今天早上 期限货的涨幅啊 其实是非常的相近 这也就表示 多空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力道 再加上早上台指跟现货的成交量 都是偏低的状况 一般遇到这种成交量啊 期限货同步下滑的情况 这就代表当天的波动率相当的小 行情很容易陷入所谓震荡格局 但是严格来讲 昨天我们讲过在整个指数创高之后 它的技术面当然就是属于一个 对多方有利的状况 所以呢一早如果你能够判断啊 今天是一个震荡偏多的格局 遇到盘中行情刚上下下的高低震荡 你自然就不会随之起舞 也许有一些人会认为啊 事后诸葛亮事前诸一样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在早上9点05分的时候 其实呢 透过早上啊老师看到 早上台指前5分钟的成交量 还有大盘开盘的成交量 中间价差的变化 还有老师这多年来的实战经验 给会员朋友第一手的分析报告 我们就来看看 是不是在今天一早 老师就已经把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摸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看到 台指今天早上开盘前5分钟 是成交了3425口 是小于过去5日均量4688口 小的幅度啊相当的明显 那么现货的开盘量是94亿啊 是稍微大于这5天的平均量86亿 那么重点是什么呢 还原今日除息影响点数大概是13点 早盘其现货涨跌幅相近 多空力道并不明显 而且呢成交量偏低 盘中动能有限 不过技术面还是盘间形态尚未改变 今天的行情是什么 震荡偏多的格局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今天早上一开盘没多久 你就知道今天是一个震荡盘 那么对盘中上上下下 你自然就能够处变不惊 甚至如果能够搭配我们的一个技术指标 要来做操作的话 你轻轻松松就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我们来看到 今天早上开盘之前 我们系统所算出来的预估开盘价是多少 14908 这14908是在台指8点45分开盘之前 我们在开盘之前 系统所算出来 今天台指应该开在这个位置 那么透过预估开盘价 跟今天实际的开盘价做比较 第一时间我们就能够掌握到 阻力的多空动向 跟着阻力做准没错 我们再看到 今天我们公布预估开盘价 会员所收到的这个截图 所谓有图有真相 今天早上7月29号 光束指标预估开盘价是14908 那么实际的开盘价是多少 14936 所以936高于908 我们就能够判断 今天开盘价比较高 为什么比较高 就是因为主力开盘的时候进场做多 而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们再看到 今天呢 我们公布的时间点一样 8点40分 是在台指45分开盘之前 所以呢 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事前预告 既然知道呢 开盘知道今天的预估开盘价 开盘前就知道 14908 当实际的开盘价 8点45分 14936开盘之后 我们的会员 第一时间开盘就是进多单 所以呢 8点45分 这边进了一笔多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到 在一样同一个时间 8点45分 14950来到我们的多方加速点 我们再加码做多 那么这一波上去呢 各位可以发现 短短不到15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掌握开盘这一波 54点的一个价差的机会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盘中上下震荡 最后收了一个十字线 完全符合早上 我们所盘式的一个做一个判断 再加上技术指标的协助 所以呢 就算你没有时间来做一个盘式分析 怎么办 很简单 你只要跟着指标来进场 一样轻轻松松的成为赢家 不用花这么多的时间 来收集盘面上的数据 把这些工作通通都交给老师 你只要跟着指标来进场 我们看到 今天早上8点45分 8月起指开盘在附近 直接市价作多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束指标 多通光束指标 大数据运算领先全市场 开盘就出手 让你在起跑点 早上5点 台子夜盘休息了 6点一到 美股期货开始起跑 7点半 日经动起来了 8点整 韩股也跟上脚步 透过小稻穷 小S&P500 小纳斯大特 日经及韩国股市 在台子8点45开盘前的涨跌幅度 及近期与台子的联动性加以计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8点45的预估开盘价 若实际开盘价大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多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市通常上涨机会大 若实际开盘价小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空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市通常下跌机会大 市场真正领先指标 开盘就知盘市强弱 所以我们的光速指标 是市场上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在一开盘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跟着主力做准没错 如果你想要赢在起跑点 想要比别人更早进场的话 光速指标绝对是一个最好用的工具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 8点45分 其实目前14950附近 收讯后市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当充智能指标 多空智能指标 投资朋友是不是常常在盘中下跌的时候 进场放空 结果行情马上反弹 当行情在盘中急涨的时候 进场做多 结果行情又出现反转 行情震荡明明不大 却被扒过来扒过去 只要有多空智能指标 就能解决你的困扰 每天开盘前 透过系统运算 找到近期成交密集区 与盘中转折点 透过程式计算出 近日盘中多空关键价位 当行情突破多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上涨 跌过空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下跌 只要掌握多空加速点 就不会在盘中浪费子弹 让你操作更简单 获利更轻松 所以不管是光速指标 还是智能指标 计算的方法不一样 它的逻辑不一样 但是呢 如果只向同一个方向 就是代表当天的胜率 会比以往来得更加的一个高 所以呢 你只要两个指标来做搭配 其实每一天做当冲啊 最重要的就是掌握 开盘之后的方向 通常第一笔单做对了 后面就会很顺利 如果呢 第一笔单做错 接下来每一次啊 你只能够被动的等待解套 所以呢 做当冲 第一笔单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而有我们的光速指标 跟智能指标来做搭配的话 每一天进场 你都能够快人一步 甚至呢 再加上老师的盘式分析啊 这个时候 自然你的操作 就能够如虎添翼 永成国际头部 秉持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技巧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成国际头部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一软体设备 恶富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永成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成国际头顾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除了早上9点05分 老师所做的第一手的盘式分析之外 在9点20分左右 我还会整理一个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让会员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就来看到今天的开盘强势扫描 首先第一个 美国GDP连续两季萎缩利空动化 美股大涨再创波段新高 第二个 台子开盘创波段新高 而技术面维持盘间 有利多方操作 第三个 还原今天雏形影响点数 期限或涨幅相近 而且成交量萎缩 第四个 行情反弹已经接近形态的满足点 而且来到第13天 要留意下周的一个变盘的讯号 我们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台子开盘迅速突破昨天的高点 技术面维持盘间有利多方控盘 但是呢 找盘期限或涨幅相近 而且成交量萎缩 多空力道并不明显 而这个时候盘式是震荡偏多顺势操作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今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就能够收到 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这个 开盘强势扫描 是不是你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掌握今天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不用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只看多头老师的节目 他每天都告诉你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长点 也不要因为你手上有空单 就去放大一些利空的新闻 或是去看一些空头老师的节目 他每天都有100个做空的理由 如果过去你都是找寻 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基本上这只是在找安慰 对操作并没有真正的帮助 如果你想要当一个专业的操盘手 想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我就建议你跟我一样 每天同时吸收多空 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 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从现在开始 不用自己花时间整理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只要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会来帮你做设定 接下来早上就能跟我的会员 同一时间收到我的开盘强势扫描 不管你是想做多还是想放空 只要能够了解到整个盘式架构 我相信对你的操作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订阅我的影音频道 只要有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重点新闻 美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第二季GDP萎缩0.9 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公布美国第二季的GDP 萎缩0.9 比原本市场预期的增加0.3 一来一回差距是非常的大 而且美国的经济已经连续 两季出现GDP的萎缩 这已经符合所谓经济衰退的定义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纷纷跳出来喊冤 怎么说呢 首先第一个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他说 以现在美国就业市场 这么火热的情况之下 他不认为美国的经济 已经进入了衰退 再来呢 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也认为说 他认为美国的经济 还能够持续稳健的往前进 甚至连美国总统拜登也说 现在美国经济出现 小幅度的这个萎缩 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因为为了打击通膨 出现这样的一个小幅度的萎缩 这也是合情合理 所以就在美国的三大巨头 齐面喊话之下 而且我们讲过 所有的消息面多空 都必须放到市场来做验证 所以昨天出现一个 利空动画的情况 最后三大指数 还纷纷创了近期的新高 我们就来看到 昨天你可以看到 美国这个道琼指数 连续两天的上涨 创了波段新高 那么距离前面的一个 高点的技术面转折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不远 但是还有一段距离 最重要的是 整个月线即将向上 怎么样 穿越季线 这就表示黄金交叉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 跟台北股市连动性更高的 NASA 指数 在这个地方 它维系着一个什么 盘涨的形态 非常非常的明显 而且呢 它的月线已经向上穿越了季线 而且再度创下了波段新高 所以昨天 我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讲 这个美国股市 在技术面来讲 还有高点可以期待 千万不要随便进场做空 那么既然美股还没有见到高点 那么也就代表台北股市啊 还有机会持续的往上走 另外我们再看到 美元指数啊 最近的这个盘跌的走势 相当的明显 而且呢 已经跌破了月线 所以你可以发现 当美元开始走弱 而且形态啊 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空头走势 今天外资终于终结了连续的卖超 今天反而是买超台北股市 130多亿 那么如果这个态势 持续的往下来做延伸的话 那么可以期待的是 外资接下来会重新的站在买方 对整个行情推升呢 就有一个加分的效果 那么呢 从加权指数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 各位 这两天呢 量能都持续的放大 那么呢 也是创了一个短线的波段新高 所以有量能加温的形形 不过呢 从整个大盘的现行来看 感觉不出来 行情究竟有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 量价结构 因为毕竟最近怎么样 有除息的一个关系 有除息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关系啊 所以呢 整个形态上来讲 稍微有一些失真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 就是来观察台子期 那么台子期我们从卫平昌量 先来看一下 卫平昌量从66094 昨天来到67517 今天收盘的时候 来到68723 也就是呢 台子的卫平昌量 虽然还不到7万口的一个平均水位 可是呢 连续三天的增加 我们过去讲过 卫平昌量 它不代表多空方向 它所代表是市场上 期货筹码的动能 当卫平昌量水位越来越高 表示上车的人怎么样 越来越多 那么行情如果维持一个盘间的走势啊 这就表示呢 做多做空的人都在车内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行情就有机会 往原本的方向持续的迈进 所以呢 从卫平昌量的水位 我们可以观察得到 这个有机会 逐渐的出现所谓的车空行情 因为这个车空行情就是呢 当盘整的形态没有改变 卫平昌量越来越多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不管是赚钱的人 他还没走 那么不小心嘎蛋的人也还不想走 在这种情况之下 行情很难出现一个反转的走势 那么另外呢 我们昨天讲过 如果按照技术面的对称的原理 他的满足点在这个地方 就是上一次的转折的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各位在15100 所以呢 15000点并不是一个 具有技术面的压力的地方 他顶多能够算是一个 心里面的整数关卡 真正的一个技术面的压力 就是在这个转折15100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啊 可以看到短线还有机会往上冲高 搭配月线转折向上 位平昌量水位连续三天的上升 而整个形态盘间走势并没有改变 在这么多的因素之下 我认为挑战15100点的机会啊 在下个礼拜相对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各位不管行情是大是小 不管你看多看空 所有的操作一定要有所本 千万不要随着盘面上的震荡 忽多忽空 而呢 我们看到这张图表表示什么呢 这个就是安打王林木伊朗 这是全力打王王真志 很多人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其实都常常犯了一个问题 就是角色混淆 怎么说 我们都知道 林木伊朗上场的时候 他只说 他想要把球打到没有人的地方 不管是德州安打 还是二雷安打 各位对他来讲都是一样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上蕾 可是呢 全力打王王真志一上场 他就是呢 要能够看到球打到他的中心点 而且一棒挥出全力打墙之外 所以两个人上场的目的不一样 当然效果也就不同 当我们做当冲的时候 就是像安打王 当我们想做波段有大获利 就是像各位 就像我们的全力打王一样 各位所以呢 当你上场 你的心态不一样 你挥棒的策略也就不一样 那我们在做操作的时候 也同样的道理 很多人明明想做当冲 不小心嘎丹 马上就变成波段流仓 那么有时候想看大行情 赚了一点点 就怕接下来猪羊变色 马上落袋为安 想要打全力打 最后打成一个小便球 所以呢各位 最好的方式 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策略 那我们来看到 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当冲策略之外 如果你想要再做波段单的话 我会建议你 我们千里眼波段策略下单系统 是老师这20年来的实战经验 把它转化成将近100支的自由指标 在这指标里面 我会选择 5支最符合现在策略的一个走势 把它组成一个投资组合 为什么要5支 各位你要知道 如果你只有一支策略或两支策略 当你这支策略出场之后 下次进场恐怕要等很久 那么行情是千变万化 只有多策略 有短线中线长线逆势加码的策略 把它组合在一起 才能够包括包含了所有行情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 我们千里眼波段策略系统8月台指 从一开始第一笔单是在什么 7月21号的8点45分 14619在这边有两笔多单进场 我们每一个箭头代表一支策略进场 一支策略就是两口台指 那么每一次进场的时间点位 我们都清清楚楚的写在上面 那么中间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段盘整的过程里面 完全都没有进场 因为我们的讯号能够过滤掉盘整的这种格局 所以相对的它就是比较稳定 那么最后你可以看到 昨天进出都在这个地方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留了3笔多单 所以整个这么多交易日下来 其实我们进出 其实次数相对是非常的少 我们就来看到 第一个交日我们是振100点的价差 第二个交日是-88点 那么到今天 总共是第7个交易日已经来到556点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要能够赚到大波段 想要能够反败为胜的话 又没有什么 没有时间盯盘 没有办法天天盯盘 这时候你就要透过所谓的波段交易 那么想要赚取大波段 当然你要能够抱得住 而在这个时候透过讯号 自然你就能够以意待劳 而不是每天冲进冲出 第三个就是没办法克服人性的投资朋友 从现在开始 只要你家里有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 打电话进来 我们都可以马上来帮你做设定 甚至呢 明天就可以跟上我们的策略 或是你想收简讯来自己来操作的话 也可以 重点就是一定要找对方法 而我们的策略 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之后 事实上它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完善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要行情大口咬 想要能够一口气赚到底的话 跟上我们的波段策略 是你最好的选择 机会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金融市场遍地是黄金 有工具有方法 你才能够无往不利 如果靠感觉平运气 当然很容易处处碰壁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 祝大家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